正月十五元宵节 北吃元宵 南吃汤圆 元宵汤圆 汤圆元宵 你会傻傻分不清吗 南方的汤圆是包出来的 北方的元宵是滚出来的 中国人关于元宵的最早记录 出现在明朝王之间的表义录中 由宇文让至独堂堆 今知元宵子也的记载 每到农历十月 家住海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尹惠林 就开始忙活做元宵了 泡糯米 碾米粉 这些最基础的工序 一管都不能含糊 半夜11点泡米 泡到早晨4点钟左右 6个小 4点钟以后开始遥远一点 尹惠林的家就是做元宵的作坊 活忙的时候全家人齐上手 周围邻居也被培养成姚元宵的能手 每年都来他家帮工 姚元宵是个技术活 往前推往后撓 前推后撓姚元宵 元宵必须得创 这些起子一样的方块就是元宵的效果 用水润湿放到波及里摇 粘上米粉的线子 一会儿就胖了一圈 长胖的元宵再润湿 再摇 这样反复三次 元宵就像滚雪球一样 变得白胖溜圆了 尹氏清真元宵 传到尹惠林手里 已经是第三代了 用波及鞦韆摇元宵的方法 是他家做元宵的根本 摇元宵的步骤并不难 难的是每次都严格按照规矩精心操作 尹师父平常性情温和 可一摇元宵就带脾气 腰起来 腰起来 往前腿往后烙 为了元宵 他也是操碎了些 每大公斤我都在瞅着 怕他们有时候在糊弄 元宵要好吃 馅料最重要 花生 核桃 瓜子 杏仁 芝麻 榛子 还有枣泥 碎活着白糖 用木锤一遍遍的夯实 元宵馅的前身变成了一块大风砖 切片 切条 最后改成其子块的元宵馅 这些小方块现在放进嘴里 都喷香清甜 更别提做成元宵煮化了之后的味道了 元宵馅的配方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每到正月十五 尹家的元宵总是供不应求 尹师傅的儿子也想尽快分担父亲的心 你留下来 你就这么留下来 免得太厚了 我只要一干上锅 干的不利了 他就开始要继续 就是很训致我那种感觉 除非留下来的这个东西一定要保持 正月十五闹元宵 元宵是北方人在这一天最具仪式感的食品 尹惠林的小孙子也是看着家里人摇元宵长大的 传承就是这样默默推进着 春节过完才胖了三斤的你 怎么能轻易放过自己 说话间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来了 元宵节是干什么的 重庆人告诉我 这个节日是拿来吃肉汤圆的 是重庆人都冷个自走的汤圆 绝对不是暗黑料理哦 重庆长寿区会做肉汤圆的民间高手林立 每年都有各种肉汤圆大赛 这不比赛告示都贴好了 肉汤圆大赛开始报名了哦 周瑜是典型的重庆妹子 漂亮贤惠还很会做饭 拿手菜就是回锅肉 可今天她这回锅肉也切得太碎了吧 这是什么路子啊 周瑜这回锅肉是要给肉汤圆做馅吗 这个回锅肉汤圆的话 是我妈妈交给我的 只有我们家菜也 馅儿炒好了 快来包汤圆 快来包汤圆 回锅肉汤圆 回锅肉汤圆 重庆人把汤圆吃出新高度 你想尝尝吗 刘建芳是个老重庆 老重庆做的肉汤圆 会不会是重口味呢 我从小都喜欢包 以前想的时候包不成的话 我都是努力把它包刷 都得熟 老重庆出马一个顶俩 鲜肉做馅 这是重庆肉汤圆最传统的肉馅 包肉汤圆讲究不漏馅不蘸油 掉浆米粉在老重庆的手中这么听话 果然功夫了得 汤圆马上就能下锅了 嘿 怎么炒起油辣子了 有些人的口味不一样 有些喜欢吃汗的 有些喜欢吃麻辣的 口味不一样 红油肉汤圆 老重庆带你长见识 你敢吃吗 叶童是重庆厨师 重庆人用家乡话叫他叶堆 我想他闯心一下 闯心一下 有点羽翼的东西 春夏秋冬 叶堆这阵势一百开 知道的是在做肉汤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备菜满汉全席呢 鱼肉汤圆 鸡肉汤圆 羊肉汤圆 猪肉汤圆 鱼肉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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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各种蔬菜调出颜色 白色的米粉 染上代表季节的颜色 夜堆的五彩肉汤圆 就要亮相了 足话说 敞盖煮面 盖盖煮馅 煮肉汤圆 一定要盖锅盖 这样 汤圆在锅里受热才均匀 里外都熟了 才能好看又好吃 五彩肉汤圆 重庆人吃肉汤圆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节奏 你追上了吗 清代隋原石单上 有水粉汤团 有用嫩肉捶烂加葱末 秋油做馅的记载 会吃的重庆人 把古代的肉汤圆 又发扬光大了一番 正式比赛开始 进入决赛的各位选手 信心满满 都拿出看家的绝活 为在场的评委 观众煮出自己精心制作的 肉汤圆 重庆肉汤圆 元宵节的一道风景 你吃过吗 过元宵节吃什么 吃汤圆 吃元宵 认为元宵和汤圆是一种食物的浅举手 举手的不加分 元宵节 元宵是把馅块扔进装满糯米粉的波及里滚 一边滚一边浇水 通过馅料互相撞击滚成的圆球 汤圆是把馅裹在糯米面里包出来的圆球 据说汤圆起源于宋朝的明州 那时的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 家住宁波的范老师 一大早就拉着老伴去买煲汤圆的材料 今天煲汤圆的原因是过元宵节 提前跟人家说好 要最油的 最亮的猪油 宁波人煲汤圆最讲究材料 今天煲汤圆 头一天范老师就要泡糯米 泡好的米用石墨磨出米浆 掉浆的功夫一点都不能省略 我们村里面一户老沫沫的家里去拿 他家的芝麻是最好的 饭老师退休前是小学教师 退休后在宁波近郊租住了民房 改建后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 来了以后我们几个朋友也来了 我们就自发形成了一个养老的群体 大家就是觉得这样的养老形式非常好 环境搞得挺好的 走进来就是山清水秀 猪板油是做馅用的 去掉筋膜细细撕烂 这样才会油嫩爽口 黑芝麻要用小火备干炒香 放在石酒里捣烂 让芝麻的香味充分释放 糖一定要用棉白糖 看似简单的三样食材混合后 会产生奇妙的甜香口感 北宋末年 女诗人朱舒珍就有原子诗 清源决胜鸡头肉 滑腻偏移蟹眼汤 十分明确描写的就是今天的汤圆 后来南宋大臣朱毕大 专门为元宵煮符圆子 做煮符圆子诗 今夕是何夕 团圆是是同 星灿乌云里 朱符浊水中 那时汤圆就被视为团圆的象征 乌云是指黑芝麻 星灿说的就是猪油 范老师的邻居们 都是选择退休后住乡间的老朋友 大家说说笑笑各显神通 不一会儿 圆白爽滑的宁波汤圆就包好了 煮好的汤圆 还要加一样神秘的佐料才能上桌 桂花汤刚刚是开出来的时候 给它收起来了 收起来以后汤添着 这个桂花是最香的 我们这种自助养老 自己做东西 那是一种仪感成就感都在那里 吃了自己家里的汤圆才算真正过了年 范老师不但自己包汤圆 到了节令 他还会回到学校教孩子们包汤圆 东西放在中间 放进以后呢 封口来 一会生二会熟哦 这样呢就味道也更加好 然后呢也不会那个捏在一起 宁波人用自己的方式 一代一代讲述着汤圆的故事 你见过能吃的灯吗 你知道灯怎么吃吗 正月十五捏豆面灯 晚上点灯碗 是咱大交东的重头戏 人们点亮自己的鼠像灯 再把灯吃在肚里 为了祈求福大寿大 大家也是拼了的节奏 每年正月十五 家住荣城的方桂凤老人 都要和老姐妹们约着干件大事 一大早老姐妹们就忙活开了 之前的都是序曲 真正的大事得从活豆面开始 黄豆磨成的粉带着功夫 活得溜光水滑 软硬正好 老姐妹们要用这些豆面 捏出各式各样的豆面灯 郊东地区正月十五点豆面灯 是从元宵节闹花灯 放烟火演变而来的 是当地人特有的祭祀祈福的民俗形式 是郊东地区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 要说这捏面灯的工具还真是省钱 剪刀 牙签和镊子就足够了 想让豆面灯捏的逼针 靠的是心里有数 手上有谱 你听说这个豆面灯 在基本的东西是写写那个打那个门 必须得打的 风一如雪 是一种大灯的 有什么小货 您是一种大灯的 有什么小货 有什么小货 你也有一种小货 在营充里面 你走的 反正货 你走的 是一种小货 你走的 你走的 好 你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捏好的月灯灯碗里装满水 上锅蒸 蒸熟接锅的时候 哪个灯碗代表的月份蓄水多 就表示哪个月余水多 用来占补来年收成 用过的豆面灯一点都不浪费 切成片和萝卜搭配 做成喷香的豆面饭 夜幕降临 孩子们拿着自己的生销豆面灯 凑到一起赛灯 据说谁的灯亮的时间长 谁就长命百岁 家里大人们按照风俗 在水缸上放鱼 粮食上放圣虫 猪圈外点猪灯 羊圈里点羊灯 鸡窝外点鸡灯 狗窝上点狗灯 这里的人们在正月十五的晚上 用豆面灯 祈求在新的一年里 人畜兴旺 五谷风登 水墨猪油汤圆 是这家老字号的招牌之一 在宁波 汤圆也被称为汤团 王生大家的汤圆 皮薄馅多 汤青色艳 一口咬下去 牙齿撕开软弱的汤圆表皮 可以感受到 浓郁的芝麻馅 慢慢充斥口腔 回味无穷 弄弄的很好吃 很滑的 相传 汤圆起源于宋朝 当时明州 县浙江省明波市 兴起一种新奇食品 即用黑芝麻猪油做馅 加入少许白砂糖 外面用糯米粉搓成圆形 煮熟后 吃起来香甜可口 饶有风趣 因为这种食物煮在锅里 又浮又沉 所以它最早也叫浮原子 扯猪油包黑芝麻馅 是王生大汤圆 对古老传统的坚持 地道的口感 来源于手工制作的技法 糯米 必须选用每年的新米 讲究收完就做 馅料是王贤定独门武功的核心秘籍 黑芝麻要用本地新收的芝麻 糖是纯白砂糖搅碎 这样煮熟后的汤圆馅 就会有流出来的感觉 猪油要去猪肚子里的圆块板油 撕去板油外面的网膜后 手工挤压揉搓 再一点一点地 掺入黑芝麻粉和棉白糖 直到把猪油柔化 才能做出名副其实的猪油汤圆心 作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出道的弄潮儿 王贤定身上透着一股认真劲 就连包好汤圆的大小 也是经过上百次试验才定下的标准 请持有纸这一票的游客 往右侧听到剪拍语言 一二三 一二三 元宵节前一周 全国许多地方的灯会陆续开幕 听说这座西南小城的灯会 被网友赞为宇宙第一灯会 我们也来感受过节的氛围 我们准备走员工通道进场 在门口看见两只造型有点特别的灯 您好 是在这儿等着呢吗 等他们吃饭 我在这里看 看狐狂 这个是能起飞的吗 对的 是起飞的 就在那个舞台的中间 那个位置飞 每天晚上都有飞的这个表演 是吧 等于每天你都会过来 对的 这样的 原来这两只凤凰 是彩灯源特地请来的表演嘉宾 这个像风光的时候 是插在那个头上的 就紫色和红色的那凤光 都带灯 就是晚上飞的时候 我们有个控制器 会把那个灯打开 螺旋桨是用的那个 无人机的无刷电机 这个尾包里面埋了有灯带的 全身上下都是只用碳纤维 碳杆或者碳片 六米的凤凰 我们做出来只有酒精多 我看你还带了好多行李 是吧 这个是被子 怎么还带被子呀 不是住酒店吗 不住酒店 我们租房子 租的房子 对 我们要在这里飞了很久 他们来自成都 是个研制无人机的创业小团队 凤凰彩灯 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经常接到全国各地的表演邀请 元宵节前后更是繁忙 元宵节放灯赏灯的民俗 相传源于汉代 唐宋旅后更为盛行 在宵禁元阁的古代 一年里只有元宵灯柜期间 百姓们可以张灯结彩的夜游 千百年来彩灯一直为人们带来热闹与喜庆 兔子啊 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灯柜的一只网红兔了 它高26米 26米高 对 高26米 它的头是会冻的 它眼睛的话一会儿亮灯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LED屏 然后会在上面播放一些视频 其实是元宵嘛 因为我们自共是恐龙之乡 也是恐龙化石的一个发掘地 所以恐龙元素在自共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晚上的时候灯光一打起来就特别的梦幻 这个灯组叫剑下行园 跟我们游戏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左手边的这个方向是赛博岩都灯组 它代表了我们自共的恐龙之乡 岩之都 灯之城 他们就在这里等着看表演 对 一会儿就要开始了 灯会上不只有彩灯 还是新年里一场大型游艺盛会 舞台表演将会持续到元宵节当晚 舞台在这儿 对 它中间的那个屏幕要打开 打开后在下面就有个舞龙的要出来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凤凰就立马就要飞出去 因为龙凤成闲了 此时 距离开场演出还有一个小时 团队要进行一次例行试飞 确保安全 因为这大型的机器 在天上飞着必须检查 有时候会先松掉之类的 准备降落去接一下 有 麻点 麻点 小点 没想到出了点意外 刚才那一下 撞断了凤凰翅膀连接机身的一个固定件 不巧的是 它们今天没带备用零件 只好先尝试用强力胶固定 我也不能这样抱着 我也不能 胶水固定的零件 能支撑凤凰彩灯正常飞行吗 为了安全起见 它们来到园区后门外的空地上试飞 情况不太乐观 起飞和降落阶段 凤凰彩灯的姿态明显异常 看来浇水不行 就这样的一场 集中生智 它们决定用现场捡到的一根细竹枝 来代替衰断的碳棒 距离上场时间还剩四十 经过反复试飞 终于确认凤凰可以正常飞翔 离上场还剩二十分钟 它们赶忙往回赶 接下来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天灯 往后造型 它是最高灯会水上最大的车子 接下来大家所看到的是一盏 喜庆红火灯 最后有南国灯城之称 请捞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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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灯下相遇 在灯下相聚 人海中的你我 虽然彼此并不相识 却会将目光投向同一盏灯 感觉很真实很漂亮 漂亮啊 真的就漂亮 真爱 确实真爱非常棒 挺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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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子很棒 啊 啊 啊 哦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元宵临近 节日氛围洋溢在街头巷尾 这座城市几乎处处都有彩灯的影子 人们和敦惠的故事也不止在一个具体的园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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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打扮得好洋气啊 您好 您好 您是单位同事吗 还是朋友啊 都是朋友呀 专门约着过来玩的吗 东会参加了吗 东会 老城中心这座公园是新中国成立后 自贡政府主办第一届灯会的地方 灯会在这里举办了二十多届 几年前才搬到了专为灯会修建的新园区 在那边 以前的灯会都 哎呀 灯会很漂亮 灯会都很漂亮 这边灯会 你今天去了吗 我去了 人很多啊 每天的票都卖完了 几万张啊 漂亮记忆了 现在高科技的东西更多好嘛 那个什么 光影那些配上 特别漂亮 那你喜欢以前的还是喜欢现在的这个 都喜欢 都喜欢嘛 肯定 怀旧就是原来的 现在就是高科技的 都可以 我去的灯会更有过年的味道 就是这个感觉 以前时候那个人情味更浓哈 对对对 它更有氛围嘛 他在这里开了十几年茶社 现在还能记得童年时在这里看灯会的情形 每一场灯会下来嘛 踩掉的鞋 可以装两个裸续框 根本捡不到 就是这个热闹劲 那个时候条件差嘛 你在家里面去跟你买票 看灯会 你甭想 搬墙 能搬进来 搬进来的地方特别高 然后外面有个大树 上了大树以后你自己摇 下面的朋友帮你摇 摇到墙边一跳就上来了 那是小时候啊 每个人心里都有不一样的灯会 灯会搬离之后 彩灯公园里修建了一座博物馆 收藏历居自贡灯会的食物 灯组设计手稿 历史照片影像等 2006年的灯组就是在湖心岛上 就是湖心岛最大型的灯组 这是1987年的老照片嘛 现在不太清晰 上面那个 骑在一个大人的头上的 那个就是我啊 博物馆里有自贡人的记忆 有彩灯的故事 灯火如周的盛景 始终是人们在元宵灯会上渴望创造出的奇迹 这个是药水瓶做的吧 特别漂亮 全的瓷器 非常壮观的怪事 这是正馆之宝 还有这个上万件的瓷器 捆栽而成的 就是自贡的那个特殊材料 就是特裁灯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 瓷器也能做彩灯 原来这是自贡彩灯匠人的独门秘籍 他用的瓷器是有彩色的瓷器与青花瓷的结合 然后瓷器里面的品种也很多 有碟子 有盘子 有茶钟 一共用了一万多件瓷器捆扎出来 生子榆林也是用的彩色的大的盘子捆扎在上面 然后一层一层的 然后像榆林的那种感觉嘛 就结合起来去做 万松涛做了二十来年彩灯 擅长传统瓷器手工捆扎工艺 他介绍说 前的主灯 前灯蒙兔里也融入了这种手艺 下面怎么弄在一起的 它是用棉线 用棉线组成的一些捆扎图案 然后两头都要有一定长度的棉线 它就会去连接它后面的一些具件 好了 捆扎在上面 棉线是四半的一个图案 那个盘子比较大的话 有六半的 八半的 这个上面的花纹它还可以做更破绽一些 单件捆完以后要留一种线 然后便于在组装的时候 有更好的一个连接嘛 捆扎那个工艺是在自贡市有上千年的历史 以前自贡采盐嘛 天车它要组装的话 它需要与工人去组缸 因为它很多那种松路去 一段一段的去捆扎 他告诉我们 自贡历史上有大量盐井 天车就是古代井盐采鲁的A字形木质井架 主体由一根根耐腐蚀的木材排列捆扎而成 如今随着采鲁新工艺的问世 天车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但成熟的捆扎工艺被彩灯匠人们继承了下来 它那个其实看起来简单 其实不简单 那种手艺它能够捆到一百多米高 就这个 全是手工捆的 那个工种叫滚工 一个车子旁一个捆明的捆 这是开始工 可以 就是这样的 嗯 现在自贡能够做这个的 其实 这啥叫解释 它是提鲁 那个利口井的话 有一千米深 然后它现在还在里面 还在产骨水 待会上面也有 它生产盐的一个过程 你看 你看 我要放大 看它在下面 有时间 你看它那个 它那个 你能闻到这个天然气的味道 哇 好香哦 这是世界上第一口 超千米深的盐井 历经一百八十余年 至今还产炉产气 这座城市曾因产炎而复数甲鱼鼠中 千百年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盐商和盐工在这里聚集 形成了万家灯火 时代的变迁会让一些事物成为遗址 但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流传下来 就像留在彩灯里的手艺 照见生活里的华灯 五龙灯 几乎是全国各地都已的春节民俗 这座古镇上 龙灯从大年初一 舞到元宵节 这里曾是自贡沿运的重要驿站和水运码头 许多军民的祖先 或许就是驼江谷沿道上的客商 船工 挑夫或移民 如今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务工 小镇却保留着不少传统年味 年还没过完 今天儿子一家要返回成都上班 母亲给他们的车讨个好彩头 希望家人出行平安 新的一年万事顺意 今天是刻意过来这个阵子看看吗 不是吧 我回家要从这儿路过 然后我就再从这儿过来看一下 这是女朋友 女朋友 这是第一次带回家给父母看是吧 对对对 第一次见南方的家长是吗 对对 昨天去成都接下来 刚接下来的 最后的兴奋买了 这两位年轻人都在成都工作 女生是外地人 小伙子的老家就在隔壁镇上 元宵节前 她特地带女友回来 看看家乡的灯会和民俗 小时候经常看我 我听她声音就过来看一下 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 跟父母一起外出打工 就要走这条路 以前没有没有乔做渡轮 就从这儿一直走一直走 走下去做渡轮 所以我就带她来感受一下 去哪打工要在这个地方上渡轮 在捡人 从这边做渡轮 坐到河对面 再从河对面坐车 坐到火车站去坐火车 很远 那时候很苦 是很苦呀 相当苦 那个时候 真的特别苦 你是送父母到这个地方了 还是跟父母一起一起 父母出去打工把你带着 那时候你多大 这么高 这么高 差不多 许多年里 一家人一次次出发 为了更好的生活打拼 苦尽甘来 她和父母现在已经在成都定居 但过年期间总要返回故乡 她也一直惦记着当年的渡口 河边上 就跟着刚刚我们那走的 那个河边上去 看你能不能找到以前那个渡轮 那个轮船 本来我们就是想一直走下去 看一下她之前坐船那个地方 不知道我要回去 不去了 放来不行 应该没了 小渡口 是过去的沿运码头之一 历史上沿运兴盛时 这里有六大码头 船及满江 随着沿运衰退 这些码头也淡出历史舞台 曾经在这一代代人 启程归乡的轮渡 如今主要搭载游客观光 然而 只要有人的来来往往 再古老的小镇也会焕发生机 人们会不断相聚 不断书写新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元宵节当天 人们走在街上 进行盛大而热闹的巡游 晚上 灯会现场还有焰火表演 许多观众提前来等候入场 在元群后门 我们又遇见了这些 表演凤凰彩灯的年轻人 又见到你们了 你怎么在 别开门 我们就随便玩玩 玩掉自己的飞机 插乐器 花式飞行 花式飞行 他是我爸 过来看看玩的 你跟着玩来了 从老家过来 跟着我们跑了十几多天了 你儿子做这个东西 有意思吗 你觉得好看 有 那一飞起来 观众也在叫 一飞起来了 观众也在叫 好漂亮哦 哈哈 老人一周前 从老家赶到成都 又跟着孩子 来到自贡 让我们意外的是 这次见面前 父子俩 已经冷战了好几年 他大学学习电子工程 毕业后 我上去 就靠到外头打工 我在山西的乱七片厂 那都货 我就挣点钱 那工他都大学 他要出来床嘛 几年嘛 我也就不给他拿钱了 不给他拿钱 你床的年轻人 能挣到钱 有生活 我只要 好多年他都没回来 我心里就 就不放心 我就要来找他 我就要来看看 我要到成都来 父亲终究抵挡不住 心底的挂念 敢来看他 据说 这几年 他们设计的不少产品 都失败了 直到去年做出凤凰彩灯 事业才算有点起色 亲眼看到孩子的努力 老人也终于放宽了心 他把票给我买起 我就来 他等我一拍 他这个还挺赚钱的 他已经经过几十年 你说他咋不赚钱吗 好紧张啊 太美了 太美了 太好了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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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火 由人所点亮 也照亮了人们的生活 和心中的梦想 祝您元宵节快乐 元宵 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也是一元复始 大地回春的夜晚 上元之夜 花灯如昼 这是中国人的浪漫 中国人的节日 我们在节日的灯火中 感受生活的勃勃生机 看齐未来的方向和希望 我叫潘君君 我是个宁夏龙德县的一名聪明 龙德县位于宁夏南部 六盘山西路 这里历史悠久 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民族文化 之前在福建呀 北京这边打工 开快了很多演技 零一年回来 政府有那补贴叫我们开农家乐 我想着就是自己开板 做暖锅的农家乐 生意现在越来越好 我也越来越有干劲 我们暖锅是我们当地的一道特色的美食 食材就是我们平常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普通食材 上面都是排骨丸子 五花肉 五花肉就是里面制作最繁琐 然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你要挑纹理比较多 零瘦香精的那种 下锅以后 煮个半熟 然后筷子能插进去那种状态 再用牙签不插很多豆 下一步要放油锅里面炸一下 再切成片以后 放调料 会把多余的油全部炸出来 等没有污汁的时候我们才不过 汤汁里面最重要的是 我们就是那个熬这点高汤 肥丫不腻 入口即化 吃出了自己养的猪猪猫的味道 以前生活条件不好 我们过年才能吃到 在龙德 年味的标志不止有暖波 拉月23 北方响音 从这一天起 各式的摄火表演 代表着龙德的新年开始了 所谓摄火 是指民间在节日举行的 传统集体游艺活动 人们期望借此 祈求来年平安洪火 这一天 潘君真家会格外忙碌 他们要准备十几份暖锅 迎接摄火表演 当地人称之为 接摄火 我妈 甚至我奶奶 他们那个本 每家都是来摄火的话 就会做一个脑锅接摄火 一个村庄了 然后上一个脑锅抢着吃那种 我感觉 不论走出去的 还是在我们当地生活的 都是一个浓浓的那种 相仇吧 我感觉 小年的摄火掀起过年的序幕 而龙德年味的高潮 无疑是正月十五的马摄火 这是一种骑在马背上表演的摄火 演绎的是古时意气风发的龙马英雄 看眼下 表演的组织者赵小龙 却愁得兵荒马乱 我看他叫什么 刷这个门 刷这个门 刷一个四字钉儿出来 刷可刷不通 都接下来的 今儿把大家揪着来 就是他们就开讨一下 跟我十五的这个摄火大西 他们要找些三零融 因为我爸是回来复原的时候 就在小文化站就是文化管理员嘛 一辈子也就热爱狗这个文化管理员嘛 一辈子也就热爱狗这个文化管理员嘛 他那些马 他一天天都来看 他不放心 好像是个新人一样 保一保 这么六年 我还比他们主动就多一点 这是这个 你模一模一模一 你 你从模一这个 这个主动的 就是这个 就是 你不再算马车狐的 全国人在 主动行和一个马车狐的 就是 整个十五的话 就到县城去 所以 信心还是非常够的 因为马车狐的 在隆德县里说 就是 我们新和丛 是一个名片 要给全县的这些 从中有崭新的面貌 赵小龙愁愁满志 而潘涓涓的新年计划里 也写满了斗志昂扬 他想提升客流量 然后扩大店面 而客流量的提升 关键在于菜品的丰富 对 对 对 要是 没钱 至少还怕弄了 以后 就回不了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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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能够没开子之前 你手里有人慢慢扔下 谁怕老虎怕虎 这个东西来 为个东西还不会要 为就为了个月 就为了个月 就竟然为了个月 这个声音 只有这个十倍的声音 这个高高的来 是人家说啥 看人家干的 这人还快一万十七 你看你平时说啥 你都挺的 那会慢慢沟通一下 你是要不要操心啊 之类的 去加烧一下其他的 不行 牛羊肉煮不吃个小味了 他这个桃子煮 是一锅不吃个小味的 牛羊肉供客有不同的选择嘛 现在只有那个想法 还没有完事 说具体的得到菜品 会有什么味道 这所为给料客 是增加一下菜品的 妈你需要做了去做 要跟我说 鸡肉味道还可以 很行 很行 给他炒 好 好吃 儿子能带 也能吃货 我必须自己吃的 你吗 必须我 炒死的 炒熟 你吗 你吃这个油油 我吃 是这样 这样 我们暖锅 也是一种传承吧 老一半都会做嘛 从他们手里 一直传到我们这儿 然后现在经过我们现在 根据自己口味的力量 这个需求慢慢结合起来 十多年前 敏宁老五输出时 在福建的经历 让潘娟娟 意识到了眼界的重要性 他拉着丈夫一起 外出取境 研究改良版 牛羊肉暖锅的制作技巧 十四个鸟 大事关于这一个需求十个鸟 马舍火可以说是赵家的家传记忆了 赵小龙每当需要抉择的时刻 仍习惯咨询父亲的意见 是赵家的四个岁的十二个 不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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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待会儿找舍火吧 你你你哥 多年轻而言大秀 不能轻嘛 你你你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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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 这是赵家十一岁的小孙子 赵家庆 一大家子里 众星捧月的宠爱对象就是他 家族里唯一没演过马舍火的 也是他 今年 爷爷的鼓励 激发了他完成自己 马舍火首演的决心 你还要 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赵家庆最害怕的就是 马 甚至于我们的每个岁的 人家的对象 都可以 试试 我们的野活 是有很多 他也有很多 儿子 就在这边 你这边也有这么大 你这个 把他拿出来 那边都不要 你那边也能把你 我看我 这娃娃 给你 你给我 拜个点 拜 你找我还是要回去 那我给你 我跳好凶的 那我唱了 自家的人手能凑出半套主演阵容 但离完成一整个表演所需的百来后人马 还有不小距离 赵小龙陷入了苦门中 那小季 发起求救了 哎呦 我的人都不见了 要一百五十人 明年都人手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还得找位远 你还在那儿 想几个人 那你们修 散了是吧 啊 散了是吧 慢慢剪了 那咋咋了 咋了 得清了几个人 你来了啊 吹八辣子 他手机不行 嗯 人数多么可能 人数还不够 他的接下来 那婚小人是别孩子也睡 那孩子 叔母找妈生 婚年能找的吗 就好 找妈生 你也要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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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全村动员 与临村争调 社火队终于凑齐了表演人数 因为我们想创新 肯定就要学习不同的那个做法 去那个固员去一下经 学习一下别人好的那些经验 哦 看这样这个 知道这些 看一看 很清楚 哎 再讲了 老板 要是要给撕着弄个羊肉 咱这羊肉全部死 蹦地羊 全部坦羊肉 因为肉多 骨头绣 这都太阳可电 因为自发的原因 咱这儿这儿水土建训不就大 所以我们有一点神秘 牛肉咱们干 咱们这儿和这儿 警员房牛肉是一个品种的 那个这儿牛肉 牛肉只好就是红种 发黄那种 牛肉是融合的发好 它就有点嚼劲 到了凡点 福吉尔人终于找到一家 以牛羊肉为特色的门锅店 当场拿来了大厨店主 交流厨艺 而这位大厨也自信的 毫不需要包容 在固园这个区域没想到成果挺好 老板呀把他的好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你煮的牛肉汤鸡汤加到一起 再加上麻辣料 这个如果手机花几百多分 这就得了 一二十分钟 你这那儿过咋没了你咋 中国一百五十八 小过程一百一十八 我们也就属于闪空 用现在的话 就是闪空 接触不到三个月 我们就几个 我看着好像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我老大个都得十几岁 你这样就是自己回去看见 我你总是看着你这个院 是不是得挺热情 我都笑着说哎真年 等我回去对着 就是我 认定的女朋友 哈哈哈哈 你这话就这样 哈哈 我总算你不支持啊 肯定支持 我特别支持 全力支持 哈哈哈 我说我求见你 你这就好了 原料 技艺 家人的支持 各要素齐全 韩娟娟开始了牛羊肉暖锅的食材演练 老板当时跟我们说就是牛肉暖锅 选的那个肉就要肥瘦相间 他教我怎么装锅跟我们猪肉的味道都不一样 因为他的食材多嘛 鸡肉呀 牛肉 羊肉 白龙 跟我把个铜锅拿来给你 找这个锅 我是怪人 别人有时候害怕喝不喝 会不会淘汰了 对吧 你们咋做 还要这个锅 我没想在 这年不是在公园吃点死的醉 开车小人就好 咱们自成你 少一下味道 来 下车了 这个 嗯 天然挺小的 味道挺好的 味道 味道 有 你看乖后子 给他照顾了 我感觉一到两个月的话,马上大多数的人都能接受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少的小家庆尚无法理解,这全套装备里和马背之上所托付的文化意义。 毕竟身边的爷爷是用了60年的人生来体会其中一切,但他将会牢记接下来这人生里的特别一天。 凌晨五点,社会队叙事待发。 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要连周转八小时以上。 紧张的,仿佛置身一场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九点五十九分,各队伍全部抵达展演现场。 童亚村底下的六盘山大道,又满了近十万观众。 社会巡演即将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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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童亚村 祝福和新春的喜气 传递给燕姐人家 村民们早就备好长桌 接舍火 而接舍火的方式中 也许最坚诚意的 就是暖锅了 来来来 赶紧来 这一阵是个东哥的 舍火队已经忙活了一上午 美食成为他们最好的靠谋 我们每年传满社会的时候 吃点暖锅 来来喝喝喝喝美女 来来一放开几下就弄完了 就秒忘了那都是 你今天表现怎么样 你们的 我觉得表现良好 良好 但今天表现特别好 但是又就是第一个是暖锅 第二个是这 他不用了 他就不干了 他就过了 不过是因为是 我才感觉后来有希望 十五夜晚 张晓龙一家举行了庭宫宴 这也是团圆圆 每年这个夜晚 我们在梦哥 沦国成为每个家庭的原型 咱们中国人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我感觉就是这个难关 一家人聚在一起 云与着团圆圆 老人二三 弄你假意 这是朝这个目标 干嘛弄你 我只会有点有货币 我就想我的声音 有点有好 对不起 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了 神经病 他们在取水 你们在取水 闺云 他们在取水 他们在取水 丽江的人们 剩着水的滋养的 在洗衣服 使民族服饰 再拍金南照吧 祝你们幸福 总能够听到风铃的声音 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 像丽江的人们一样生活 但是 要不要每年一次 像这样一起旅行呢 真的吗 他说好了 一言为定 水边有门呢 你好 请问那水是 我准备接点花 请你到我们家 就看一下了 谢谢您 看一下 我们家的那个院子孙 有一百多年了 来 这样吧 请 来 请坐 咱们一直在受丽江人们的照顾呢 这一位是我的先生 你好 你好 真是漂亮的院子啊 请问结婚时候的事情 两位还记得吗 都可以那么说 一宴终起 我就跟他说 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我也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双手 你喜欢我吗 他说 哎呀 只要肯干 他说只要肯干 只要努力 我也同意 他也接受的 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从来还没有吵个叫 我们俩总是吵架呢 会有的 但是 有时候呢 看见对方生气了 就 另一方就比较忍让 就是等他生气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好的时候 又好好地说 那就说通了 不要再生气的时候就 他在家 就叫得比较生气了 我就奔着手 千七两个龙儿 零个大年子 就菜出戏就出去了 对他记完了 我就又回来了 嗯 皮水呀呢 是这样的 皮水也是中的签 签着他走了 他要起来 我就是为了签着他 嗯 嗯 什么呀 不是变得比较高 是谁的呢 都是变得比较比较 真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呀 我也要学会忍耐了 两边都冷静下来 心意才能想通啊 看 这条巷子 好多伞 说起来 丽江一直都被清风抚摸着呢 风铃的声音 也一直能听到 我们总是因为一点小事 就变得太敏感了 伞也好 风铃也好 还有周先生夫妇也好 他们都自然地接受着风 他们享受着风吧 哎 对了 我有礼物要给你 就先从近路过去了 你在那边的小巷拐弯 这是要干嘛 别把我一个人扔下 有点不放心 走快点吧 这巷子怎么到处都是转角 真的出得去吗 又是转角 有人从那边过来 就是说那边有出口吧 太累了 抱歉 抱歉 来来来 这边 别把我扔下 我跟不上你 来吧来吧 在那边 看 那座小桥上 啊 是那个木雕 婚礼时候的那对木雕吧 谢谢 希望两个人的灵魂 能再一次被连接在一起 终于到了庆典了 元宵节 人真多 开始了 开始了 灯魂真漂亮 孩子 孩子也有好多 在这里 每年都有很多人外出打工 不过春节时 他们都会回到这里来 然后再回到城市中 然后再回到城市中去 在那之前 就会在故乡 好好放松吧 对 元宵节的时候 在丽江住着的人 回到丽江来的人 大家都一起走上街头 这里 也是我的故乡 心灵可以归宿 就是故乡吧 真好 真好 感觉很梦魂 水和灯笼的光 已经不分彼此了 进入四方街了 李江变成了光之城了 话说我是个 归宿感很弱的人 或许 有你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归宿吧 是不是有点肉麻了 不过我也是这样 是丽江让我意识到的 我们这是绕了 很久的远路啊 绕远路 不是也挺好吗 是那对夫妇 晚上好 晚上好 之前谢谢你们 小桥 流水 石板路 黑瓦的屋顶 御龙雪山 我等下来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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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点好 你 那个 我看你 是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